福 华严 教理 以缘起为主 法界一切 尽尘也大缘起 业伐 尘一切伐 一切伐 起业伐 业实居足 圆满鲜鲜 故业居足相应 昨天我们学到此地 这个十条叫十学门 华严独有的 用现代的话来说 这段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 究竟圆满的科学 与哲学 在这一条里头 同时没有先后 没有远近 也就是说 时间跟空间不存在了 这是一个很深奥的境界 不是凡人能知道的 他在哪里 他就在先前 就在当下 我们见不到 摸不到 我们这个宇宙 长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 宇宙至今万事万物 晚上我们看到空洞的星星 无量无变 无景无数 因为他放过发光 所以肉眼能看见 不发光的星星 比发光的多 比如我们的太阳系 太阳系有九大星星 只有太阳发光 九大星星都不发光 九大星星还有卫星 还有小星星 不知道有多少 所以发光的很少 播放光的很多 可是在夜晚 你能够看到的 那个光一闪一闪的 那就是自己发光的 全都是太阳 每一个太阳 都有很多卫星围绕它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 星球里面有生物 可以说 职物就叫生物 矿物也叫生物 为什么 它有见闻觉知 一粒成沙 一滴水 它会看 它会听 它懂得我们的意思 这个在现在科学 统统都实验出来了 是真的 不是假的 同时具足 夜时具足 所以宇宙爆发 是登陷的 没有先后 先后连进 是我们凡夫 迷失了真相 从我们妄念当中产生 它不是真的 妄想里头 才会有空间 有社方 有三世 有过去 现在未来 没有妄想 这东西全都没有 就在当下 我们把大成经 跟近代科学 所发现的 和起来看 我们对科学 对佛法 就有进一步的认识 我们对于 甚深 男性之法 慢慢的 升起信心 起来了 一开头 给我们介绍的 华言教理 华言经的教学 华言经的理论 是以缘起为主 有缘 他就陷 没有缘 他就不陷 什么陷的呢 是法界陷 法界 对 前面介绍过 法是一切诸法 界有两个意思 从事上讲 界分 界限 从理上讲 是一体 完全是自信 自信 不生 不灭 只有自信 是真的 为什么 他不生 不灭 他不变 永远 不变 这是真的 他在哪里呢 他无处不在 无始不在 能行 一切万法 但是也有语言 但是也有语言 是生日语言 投导 也有语言